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原理就是将这个前数的振动系统可视为百常是12.1公尺这个圈起来的单白减速系统 那这个振动的频率接近大楼的主振动机频 来这个画起来 也就是说它的频率单摆的频率 单摆的频率 来接近这个大楼的振动机频 接近这个大楼的振动机频 OK好再继续念 那结果他说 变有效的将能量转移到反方向的这个球形质量快上 那用阻力气的伸缩来吸收大楼的振动能量 我们都无所需 也就是说这个大楼振动变成这颗球振动 那这颗球振动呢被这个阻尼器就是阻挡住 让它振动不要那么的激烈 好 那现在点点点点点点 来估计101大楼的主振动机频 它的振动周期是哪一个 来因为频率一样嘛 那导数周期就一样 所以 这个大楼振动的机频周期 就会等于单摆的周期 那这个单摆呢 他说不用想太多 他不是什么阻力震荡 那个没有那么复杂 他最后说一句话 这个是高中物理可以考的 他说可视为理想单摆 画起来 那你想到理想单摆 不用想太多了 二拍开根号的L除以G L除以G 好 二拍开根号L除以G 那你把这个带进来 那这个带进来 就可以得到二拍再乘上 这个单摆的长度叫12.1 G我们带10 来这个数字非常的漂亮 为什么 因为12.1除以1 那不是1.21吗 那1.21开根号就是1.1嘛 对不对 1.1平方叫1.21嘛 所以这个开根号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数字 叫做1.21 不是 叫做11 不是 叫做1.1 那前面这个东西叫做二拍 二拍是6.28 那6.28乘上1.1 因为12.1开根号1.1 那1.1乘上6.28 差不多快要就是6.9左右 所以呢 本例答案我们选C 6.9秒 就可以了 好 好